那 由於我們本土的疫情也在升溫 而且這個確診的數人數增加的蠻快的 那連續的幾天都以40幾%的 這個速度 比上週比起來都是幾%的增加 那我想我們自己的疫情 第三波疫情已經確定開始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呼籲有一些 我們國內的民眾還是有一些措施要趕快去 進行 那麼我想 無論是不是確診 那只要符合間隔時間的 都建議要追加這個畢業.5的次世代疫苗 那增加保護力來降低相關的風險 那為什麼也特別提到 無論是否曾確診 那因為我們最近也發現 我們重複確診的比例也持續在增高了 也就是說你雖然確診過 那可能時間也比較久遠 那 他並不代表你就是不會確診 或者是說你的這個 就有一定的保護力 還是希望大家 只要符合這個時間的間隔之後 希望大家還是能夠把 這個疫苗給打好 目前我們的 次世代的疫苗的這個 覆蓋率 大概只有12%左右 我想還相當低 那希望大家在這個 年前 儘快的去接種 一方面 我們的這個疫情自己也升高了 另外一方面 也要提醒大家 大家都希望過一個好年 那不希望在這個 過年的時候去感染 甚至 在過年的時候感染 那如果病患又比較嚴重 那這個是比較 不好的這個現象 所以 希望大家在這個 現在開始到年前的這個日子 能夠 去把疫苗打好 那當然 勤起手維持良好 危險習慣 這個是 再重申了 那我這邊還是要再 講一下今天是12月29號 那接下來12月31號 或者是30號 那在 這個 會有很多活動 那這個活動 大型的活動 全程戴口罩 這是我們的建議 那能夠不要飲食 就盡量不要飲食 那希望 長者 幼兒 不要去參加這個人多的這個活動 那 我覺得最近我觀察到 就是在各種的聚會 餐會 尾牙 或者是聚會當中 大家的這個互動 因為可能很久沒有見面了沒有參加這種活動都非常的熱絡 那 這個 距離很近 那所以我想 參加完活動之後確診的人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是認為我是這邊建議 聚餐 尾牙 如果你在用餐的時候當然是會把口罩拿下來那如果要去活動或者是去跟大家 寒暄或者是互動的時候盡量還是把口罩戴好 避免這個被傳染 那也減少對跟不特定對象的這個近距離的互動跟交談 非要的時候還是 把口罩戴好 那另外 也請注意一下自身跟家人身體的狀況 那如果有相關的這個症狀 那就可以做個快篩 在家休息 那不要再出去 那如果實際上這個快篩陽性 那還是透過視訊或實體來做就醫的評估 希望大家能夠重視 我們現在這個本土的疫情也開始升溫 第3波的疫情已經開始了 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這個健康 那這個也是重申 大型活動 剛剛已經講過了 希望戴口罩 那麼希望有 發燒呼吸道症狀的人 不要去參加 那麼在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那也要篩陰才能出去 那長者跟幼兒不適宜 好